听到这个BGM 你会想到什么 是张飞无限出杀时的快感 烟人张飞在此 还是张脚发动雷击 击杀敌人时的喜悦 雷公助我 2010年7月 三国沙发行了一个全新的团展包 林宝 这是一个设计和体验都非常优秀的团展包 先抛开神将 上下的八名武将可谓是各有所长 有首次引入翻面机制的操坯 能瞬间拉开极大排查的卤素 乱舞弯杀强势控场的嘉许 而这八名武将中 有一名武将非常特殊 可能一打眼就能看出来他的特别之处 他就是本期的主人公 董卓 我们玩三国沙 一般情况下 女性武将基本上都是三血 男性武将四血 体力值最多的时候也就五滴血 还得是当主公的时候 而董卓他竟然有八滴血 当主的时候甚至能达到恐怖的九滴 在三国沙中 如果武将的体力大于四 就可以认为他是一个高体力的武将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董卓才是三国沙 第一个高体力的武将 其实不然 大家都忘了一个人 那就是神话在灵 风暴引入的神将 神关羽 神关羽是三国沙 第一个无体力的武将 至此也开启了 单体武将体力能大于四的先河 体力上限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高上限意味着你能存更多的牌 在面对AOE时 不像三血小脆皮那样弱不禁风 但体力上限 作为游戏中的固有属性 一般情况下 是不能轻易改变的 八血四技能的董卓面世 可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而大家认为 董卓这个武将设计的 行不行 后续也发行了不少高体力的武将 比如神里布 孙昊 甚至是无血的悟吐骨 只要你的体力值大于四 基本上就会有一个负面剂 用来平衡高体力能多存牌的优势 例如无谋 丑海 早年间 很多半家无法理解 为什么董卓能有八滴血 确实啊 我们能在董卓的这场武将原话中 找到答案 毕竟这张图有三个人 这两个妹子 每个人三滴血 董卓两滴血 加起来 整好八滴血 这个解释就非常合理 时过境迁 如今这些武将都可能登场了 如果你接触三国杀叫板也没关系 多多军 还原了这些武将当年所在的游戏环境 就跟随我的视角 一起来看一看 他们当年的表现吧 董卓自重影 他是一名八血四技能的武将 在正式介绍他的技能之前 我想强调一下 一直以来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董卓虽然八血四技能 但华而不识 不过而 技能虽多 但都不实用 这个其实不然 其实八血就是他的技能 高体力意味着可以多寸牌 比如无蟹 可击和桃这样的团队共享牌 当狗祸和小乔在场时 能跟董卓形成非常强烈的配合 尤其是小乔 在董卓残血的时候 小乔一下子能给董卓弹出来很多牌 本身有酒驰 不用担心自己会暴毙 只要董卓到自己的会合 就能打出非常可观的爆发 可以说是曹皮老扎人取武防 真鸡霸抢 大兄弟 这您有功夫 什么话呢 我也有功夫 如果你在后者位 董卓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用来防酱油 八血可以说 是董卓的主技能 好的 董卓的第一个技能 九池 九 作为基本牌 其价值不言而喻 九 你可以理解为 是介于杀和桃之间的一张牌 前者可以强化杀的伤害 后者 如果进入宾死状态 可以回复自己的一点体力 在160张牌的军容牌队中 仅仅只有五张九 而董卓可以把所有黑头手牌 当九使用 这个是非常恐怖的 本身高体力就可以有个外存牌 一旦找到机会 对没闪的玩家来一击九杀 基本就能带走这个武将 不死也惨 如果才配合 丁索连环和属性杀 伤害还能再上一个台阶 其实九杀的效果 类似于标准包的一个武将 许楚 我们在标准包 未过武将盘点这期视频有说到 许楚是三宫杀 第一个能遇到多少的武将 其实军容牌队的引入 对很多标准武将 造成了不小的影响 本来许楚就弱 九杀张牌的引入 把许楚的裸依 陷入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九杀张牌 基本上就是取代了许楚的裸依 同时还有黄月英 从标准排队扩展为 军容排队后 技能牌 有了一定程度的稀释 想爆发 只够难了 董卓的第二个技能 肉林 据史记记载 商周王以酒为池 玄肉为林 通夜饮酒作乐 后来我们也用九十肉林来形容 荒云无度 极度奢靡的生活 用这个成语形容董卓 权亲朝野时的生活 一点都不为过 董卓仗着军权的威势 放纵士兵在洛阳城内 劫力富户 搜刮财物 奸淫妇女 后来大型土木 修建自己的四人城池 名叫梅雾 城池高大无比 董卓把各级搜刮来的 大量基金财宝和粮食 积藏在城中 其中储藏的粮食 就足够持上30年 这是九十和肉林的技能来源 话说回来 肉林这个技能 跟他儿子吕布的无双类似 董卓对女性武将输杀 需要两张闪才能抵消 女性武将对董卓输杀也同理 因为本身巴血的某男身板 使得董卓并不是很怕女性武将 反而自己能对妹子造成极大的伤害 因为大部分女性武将都是三血 配合九池 董卓一技九杀 妹子是根本顶不住的 虽然肉林是一个双身剑效果的技能 对于董卓来讲 因为体力的优势 这个技能的正面效果 其实是要大于负面效果的 除非你玩董卓 场上的玩家都是妹子 难道真的能遇到这种局吗 如果大家遇到了这种局 大家觉得董卓在面对七个女将的局 打出了发挥 能高于全是男性武将的局吗 董卓的第三个技能崩坏 我是不是该减肥了 在出平元年 也就是公元190年 董太师非常害怕 各地诸侯讨伐自己 然后就挟持幼主 带着文武百官离开了洛阳 迁都于长安 在走之前 纵火将洛阳都城的宫殿 全部焚尽 百姓民不聊生 又大肆挖掘历代王公贵族的陵墓 强掠宝物 宗庙地灵严重损坏 这是崩坏的技能由来 话说后来 为了平衡董卓高体力 能多存牌的优势 崩坏的存在 能很好的限制这一点 看起来八滴血 威风淋漓 但随着游戏的进行 董卓的血量会越来越低 只要他不是场上体力最小的玩家 就得一直崩坏 基本每回合都要发动 非常滑稽的是 到了游戏后期 董卓的体力上限 比很多三星女将还要低 纯纯化成小牛马 其实在以前 董卓八血的身板 还是非常恐怖的 一般他都能活到最后 即使放到现在 大宝来了 每个两三刀 也砍不死董卓子 可以说是曹皮老少人 一拳打死泰深 真机霸强 其实在以前 有一个武将非常克制董卓 可能大家都想不到 这里给大家提示一下 证明武将大多数时候 都是四血百板 还是远古八肺之一 那就是盘踞大地之霸主 绿蜥一周泰 为什么呢 这里啊 我说的是最早版本的老周泰 因为老周泰 只要他发动不驱 就是零血零体力 在周泰不驱的时候 董卓就得一直发动崩坏 哪怕他一滴血也不好使 你就得给我崩 我记得在以前 当时主公选择了个老周泰 当时我在八后卫 没什么好选的 我就选了董卓 结果这老哥非常能挺啊 硬是靠着不驱跟我拖到了单条鞠 但最后嘛 这就能很好的证明 董卓的后期是多么的乏力 我爱你吗 这里问大家一下 在崩坏的时候 你会选择掉体力呢 还是会选择掉上线呢 一般玩家都会选择第一轮掉体力 第二轮掉上线 然后一直喜欢下去 这样本身没有什么问题 但选择要董卓当主的时候 就要注意了 为什么呢 那就得说到董卓的第四个技能 暴虐 顺我者长 你我者亡 当权期间 那干过的确的事可海了去了 川普看了都知乎内好 比如毒杀废地流变 雨和太后 及太后之母 放纵士兵 在洛阳城内 监营妇女 抢掠财物 虐杀降族 天老大地老二他老三 想干啥干啥 看谁不顺眼就杀谁 很多汉朝旧臣 都惨死在了董卓之手 后来王司徒 成功地说服了吕布 吕布无奈发动了被动 成功地杀死了自己的义父董卓 世人赞约 人中吕布 马中赤兔 风天化解 尊斩义父 听你妈说你可能研究爹呢 谁向我吸眼真好啊 这是暴虐这个技能的由来 暴虐作为主攻技 能给董卓提供一定的恢复能力 用来弥补崩坏 带来的体力损失 所以选择由董卓当主攻时 如果场上有群雄势力的忠臣 在崩坏的时候 前期最好选择掉体力 这样群雄的忠臣 就能通过暴虐 来帮我们恢复血线 因为暴虐的判斤机制 是每造成一次伤害 就能进行一次判定 所以袁绍当中的时候 能更容易触发暴虐 帮董卓回血 帮董卓回复点血 很有可能在袁绍的回合 董卓直接满血复活 在董卓主的局 选张角也能打出不错的发挥 可以通过轨道 换暴虐的叛径牌 董卓的主攻技 如果对比之前的 五位武将的主攻技 我认为暴虐还是能排在前面的 但因为群雄武将的重体偏少 如果忠臣想选择群雄势力的武将 配合你的主攻技 那么他的选择就会少很多 这一点是不如未属无的 适应性较低 其实暴虐的设计并不算优秀 原因很简单 董卓主的局 反贼方肯定会优先激活忠臣 到最后忠臣都 还有谁能帮你回血呢 但考虑到平衡性 不可能给董卓一个太强的主攻技 在我看来 大多数时候暴虐都是观赏技 仅仅就是独有乐 总结一下 因为崩坏的存在 所以董卓只能打前中期的局 越往后拖 董卓的劣势就越大 因为九池的存在 董卓还是有一定输出能力的 尤其是当敌方出现女性武将的时候 配合九池加肉林 基本就能把他带走 同时高体力 也可以存更多的牌 可以在后置位 或者袁绍主的局 选出来抗压 防酱油 但大多数时候 董卓的发挥都非常有限 就是靠九杀打出发挥 基本可以把他当作 巴结的虚楚来玩 当敌方出现董卓 要适当流散 防他的九杀 好的武将拼分 在拼分之前 我要简单声明一下 我们分析一个武将的强度 一定要结合当年所在的游戏环境 时归应迁 如今这些武将 大多都无法登场了 并不是他们弱 而是现在的武将 实在是太强了 像什么剑取胜 神国家二元 许少 太多太多了 但罗宾不死 只是逐渐凋零 他们当年的荣光 还是不可蒙灭的 我们的武将评分也一样 既然是个人评分 那就不可避免的 带有个人的主观成分 如果你的幽儿体验有不同 可以发弹幕 或者在评论区补充 每一条 我都会细细研究 好的 我们默认一主二中四反一内的 八人标准身份局 五将评分身份世界上主攻 九血的身板 使得董卓根本不用担心 反贼方的激活 生存能力可以保证 九池也能给董卓提供一定的威慑 但往往董卓主的局 反贼方都会优先处理忠臣和内奸 所以忠臣的选将就至关重要 但大多数时候 董卓会看着自己的忠臣 一个个死在自己前面的 自己本身无法打后期 如果在前中期 主中方不能击垮反贼方 等待董卓的 就是慢性死亡 五分满分 我会打三点五分 忠臣 八血副嘲讽 反贼方根本就不会搭理你 嘲讽全转移到主攻身上去了 虽然董卓能通过九十和肉林 打出一定的输出 但当中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五分满分 我会打两分 反贼 我更推荐在二八号位置选 贴主位 能给主攻带来较大的压制 也可以在墨这位想起来防酱油 八血的身板 可以存更多的团队共享牌 因为九十的存在 董卓随时都能对敌方来一击九杀 虽然在三国杀中 女性武将不多 但如果敌方出现了妹子 让董卓逮到 董太师还是能打出不错的发挥 五分满分 我会打三分 内奸 虽然高体力可以多存牌续豹 但因为崩坏的存在 使得董卓当内不能太拖 一旦进入残局后 体力会越来越少 基本就废了 所以董卓在前中期必须处理控场 即使这样 一旦进入跟主攻单条的决赛圈 也未必稳赢 进入大鸟后 会加速崩坏的趋势 所以董卓当内 对整局游戏节奏的把控 是最大难点 五分满分 我会打三分 董卓的综合分就三点五分 不知道各位会打几分呢 汗室衰落 非我一人之罪